第七集 海地在MSN上对贺雷娜说 你今天按时下班吧 回家全力以赴 即使通宵也要把这个创意提案做好 明年上午一组要初期讨论 周五客户会来 海地又传过来几个项目组做的提案供他参考 贺雷娜觉得干劲十足 浑身充满力量 他欢快地把今天完成的事情填好工作表 这时靳小思在MSN说 能给我看看你的提案吗 我也想学学 贺雷娜想了想 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反正也不在一个项目组 服务的客户又不同 一定是他真心想要看看才要的 于是贺雷娜把自己做的PPT发了过去 六点一到 贺雷娜把电脑关机提起手带 对周围的同事道了别 就走向外面 露西看到他有些惊讶 今天是去赴约会吗 这么早 才不是是回家赶工 贺雷娜头也没回得跑了 回到家吃完饭 贺雷娜就跑回自己的房间 先打开海地给自己的提案 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 确实受益匪浅 再加上林彦修改过的提案 贺雷娜心里有了修改的重点 于是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起来 和林彦也通了电话 原来他一天都在客户那里 所以没有看邮件 林彦对贺雷娜的领悟力 大家赞赏 完成得很顺利 时间才十二点 看来不用熬通宵了 贺雷娜欣慰地从头到尾 阅读了一遍 又试着阅读讲解了一遍 觉得很是满意 洗漱完毕 躺在床上却困意全无 想象着明日的讲解 微笑挂在脸上 静小丝 看着贺雷娜发过来的PPT 眉头紧锁 这个胖妞还真是有点底子 虽然条理没有那么清晰 不过这个心意 这个宣传碟已经够突出了 如果让他抢了风头 自己就会被打压一阵 而且原先摆明了 只有一个岗位的空缺 现在两个人来竞争 再让贺雷娜抢了先机 自己岂不是要被动了 尤其是贺雷娜竟然进了一组 虽然自己确实不方便去一组 毕竟有沈飞这层关系在 但是也不希望是贺雷娜去一组 不行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于是他给琳达打了电话 琳达 我想先做个案子练手 你看 一组有哪个客户的案子 我可以先写写 你挺有心的 那就做下自然堂的下一季公关提案吧 我马上把资料给你发到邮箱 你尽量打开思路来写 有什么问题及时与我沟通 我觉得第一个提案是非常重要的 琳达语重心长 靳小丝连连点头 嗯 我会努力的 现在浑身都充满力量 很想努力做事 做提案的要点 就是不仅要点子新颖 还要考虑得周全一些 这样才方便后面的活动策划 以及媒介推广 而且 我建议你用价值体系排序的例子 来阐明你做的这个提案的重点 以及这个品牌核心价值 先确定品牌最重要的特征 然后说明它为什么是重要的 琳达提示要点给她 打开邮箱 看到这个品牌的资料后 靳小丝不禁冷笑 真是天赐良机 自然堂品牌的理念 以及新一季的产品 套用赫连纳提案中的那个点 刚刚好 而且自己会把这个提案 做得完善又到位 她又给沈飞打了个电话 可是沈飞关机了 靳小丝皱了下眉 她平日都是不关机的 次日一早 赫连纳就到了公司 将准备好的提案打印出来 等待着会议的开始 而等来的却是海地在MSN上的通知 会议改在下午 因为琳达要与客户沟通事情 琳达看了靳小丝 熬了通宵写的提案 非常喜欢 你能做得这么好 真是出乎意料 看来我没有看错人 靳小丝笑了 还差得远呢 我得多跟你学才行 琳达准备给自然堂的客户 打电话沟通新的提案 想起还有活动的事情 需要确认 于是给赫连纳打了电话说 你赶紧去确认一下 明天活动需要的模特 是否都能到场 好 赫连纳立即接手做这个事情 很多模特的手机 都是将近中午才开的机 午饭只是简单地吃了几口 7-11里的面包 下午1点 一组的成员到了会议室开会 新组成的一组 由海地 琳达 赫连纳 以及康健和莫言 海地介绍了一下 康健和莫言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消费品营销组 活动众多 只好借了旅游组的康健 和媒介莫言来帮忙 而且客户要的是 最新最硬的点子 所以 希望由刚入行的人来做 他们认为 这样没有框架 框住思想 讨论正式开始 赫连纳将提案 发给每一个人 正准备讲解一番的时候 只翻了几页的琳达 柳梅到树 把提案扔在桌子上 大声质问 你怎么可以抄袭别人的提案 赫连纳一愣 这是自己辛辛苦苦写的 怎么会是抄袭 海地也觉得奇怪 琳达继续说 早上 T组的新人爱丽丝 让我看了下 她给自然糖品牌做的 新一季产品宣传方案 我觉得很不错 非常有心意 很符合客户的要求 于是我就给他们打了电话沟通 那个提案一下就被客户通过了 怎么下午我们要讨论的 另一个牌子的 怎么下午我们要讨论的 另一个牌子的创意提案 依旧是这个 太可笑了 没有实力没关系 可以靠努力 但是这样投机取巧可不行 同样的提案 怎么能为两个品牌服务 琳达连珠炮式的质问 让赫莲娜一下懵了 缓过神来 立即为自己争辩 是爱丽丝 昨天要了我的提案 说看看的 琳达霍得站了起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 爱丽丝剽窃了你的创意 可是她的提案比你的要完善 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 海地咳嗽了一声 贺莲娜的提案 我确实在上周就有看到 我认为眼下 不是争论谁抄袭了谁的提案 而是要尽快 再做一个新的出来 琳达坐了下来 贺莲娜的眼泪 在眼圈里打转 尴尬地站在那里 莫言拉了拉她的手 让她坐下来 她刚坐下 海地就说 因为周五的时候 客户就要来了 我们的提案 必须在这之前拿出来 既然 贺莲娜的创意提案 已经用在自然糖品牌了 那就需要在今天 再做出一个提案 大家讨论 让爱丽丝也进一组吧 共同创作提案 贺莲娜不要灰心 再想一个提案吧 莫言 你负责相关宣传媒体的统计 以及数据分析 康剑 你负责策划推广活动 琳达你留下来 好 散会 贺莲娜刚走出会议室 就听到 琳达不屑的声音 我就觉得 她没有什么实力 做事还笨手笨脚的 别的没学会 先学会了 剽窃别人的思路 贺莲娜的眼泪 再也忍不住 狂泻而出 这里和学校 一点也不一样 莫言扫了她一眼 低声说 别在这里掉眼泪 就是 就是 康剑特意露出 闪亮的白牙说 即使脆弱 也不能让别人看到 这就是职场 贺莲娜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这么爱哭 她一向都是爱笑的孩子 可是现在是职业女性了 累多了 笑少了 更多的是气氛 于是她一把擦掉眼泪 走回座位上 靖小丝正塞着蓝牙耳机 对着电脑 敲打着键盘 贺莲娜走到她面前 你怎么能这么做 靖小丝一脸无辜 我怎么了 你哭了 贺莲娜拨开她伸过来的手 你说要看我姐的创意提案 我就给你看了 为什么你会把它当成你自己的 这是剽窃 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你参考的资料呢 这么多内容也不连贯 也没有重点 再说 谁会把自己写的提案 在没讨论前就给别人看呢 我觉得这个资料 很符合我要写的品牌策划 所以我就借鉴了 而且这个客户 已经通过了这个建议 我们组正在根据这个提案 做接下来的活动策划呢 怎么办呢 真的是你们一组要用的吗 那太对不住了 斯戴拉正好从旁边经过 听了静小丝的话 她转过头 资料可以共享 创意 创意不可以 说完 她很有深意地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静小丝的目光 一下冷了下来 对赫莲娜狠狠地说 我再也不会管你要什么资料了 赫莲娜张着嘴 愣是没话可说 谁是受害者呀 会议室里 海地对Linda说 你这样武断可不好 赫莲娜的提案 是我和斯戴拉都看过的 认为她的想法很有心意 才大胆启用的 应该是她的说法没有错 是爱丽丝看了她的方案才是 可是那个提案客户已经通过了 现在必须换掉这个提案 你认为赫莲娜 可以再做出一份有心意的东西吗 Linda对静小丝有私心 既然是她的客户组 当然应该由她来物色助理 对那个能做出愚蠢事的赫莲娜 她可不放心 那就让他们两个一起来做 我们来评判 海地平静地说 她努力压下心中的怒火 Linda太咄咄逼人了 其他东西自己可以不去争什么 但是只要是工作上的事 只要是对客户有利的事 自己是必须争取的 且要争取到最好的 她看好赫莲娜 Linda和海地从会议室走了出来 Linda脸色很不好看 扫了一眼赫莲娜 要想让我认可你 拿出新的提案我看看 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 只有烂鱼充树的人 海地对赫莲娜笑了笑 以示鼓励 然后对静小丝说 爱丽丝 你也先到一组来吧 这个项目比较棘手 客户又指定要新人来做 所以期待你们都有好的表现 你也做个创意提案吧 今天务必完成 客户的资料 你管贺莲娜要吧 静小丝柔媚的一笑 好的 我会努力 可是在燃堂的case 我还要不要跟 海地点头 还需要你继续跟进 因为是你的创意提案 说完 他走回自己的隔断 完全隐没在自己的空间里 赫莲娜一时还没有醒过神来 静小丝则对他说 把客户的资料 放到公用词盘上吧 别再发呆了 不是说要今天完成吗 说到这里 静小丝有些兴奋 这样的直接PK的机会 自己绝对不能放弃 于是给奶奶打了电话 让她早点休息 不必等自己 赫莲娜深吸口气 是的 工作还是要完成 光哭光生气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想到这些 她坐回电脑前 把客户的所有资料 放到了公用词盘上 然后默默地 把自己写好的提案删掉 因为 她再也不会有备用的可能 一切都要推翻了重来 心情差得要命 赫莲娜端起水杯 向茶水间走去 露西恰巧也在 看到她的样子 一愣 刚才 不是还神采奕奕的 怎么 提案被毙了 赫莲娜点了点头 又摇头 看气 唉 是被别人占了先机 用在其他品牌上了 我还被琳达认为 是没有实力的人 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委屈 露西接过贺莲娜的水杯 一边给她接水 一边说 琳达是消费品营销组 最有实力的人 她瞧不上你是肯定的 但是这也说明 你有更大的学习空间 总有一天她会认可你 但时间不能太长啊 接好了水 露西递过来一块 黑巧克力 吃吧 缓解压力 别老觉得委屈 能说出来的 都不是委屈 赫莲娜接过巧克力 和水杯 重重地点头 对 我不委屈了 我要以实力说话 这里不是混日子的地方 如果付出了努力 没有成功 这问题只在自己 和其他人无关 回到座位上的贺莲娜 已经是精神抖擞 她拿出手机 给老妈打了个电话 我今天要加班 因为提案被毙了 要重写 老妈有些心疼 会不会要熬到很晚呢 这不算什么 以前的学姐们都说过 只要进了公关公司的门 就别想正点下班 当然 比什么华为公司强 这里还需要备个床垫 在公司 康健正好路过 哈哈大笑起来 贺莲娜 你还真敬业 准备拿床垫来了 贺莲娜对康健 做了个鬼脸 老妈也被逗笑了 好吧 那你写吧 有没有思路啊 还没有 贺莲娜被说中了软肋 老妈开导她说 其实 化妆品推广营销的重点 就是无限扩大一个点 作为宣传突破口 你看看其他的广告 就明白了 贺莲娜兴奋起来 老妈 你真是天才 我眼前光明起来 好吧 那你抓紧写 别不吃饭呢 老妈挂了电话 贺莲娜虽然有了方向 可是还是有些茫然 看到林彦正好在MSN上 就把这件事说了一下 林彦很久 才回了一句话 阿姨说得很对 而且 做任何提案 都要有备案才可以 我正好做了两个 你要看吗 贺莲娜兴奋得要死 林彦从MSN上传了过来 其实 在林彦看来 虽然给贺莲娜修改过 她写的提案 但自己写的这套提案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而贺莲娜那套提案被毙掉 是在情美之中的 毕竟她是新人 能有那个点子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自己认真分析了品牌资料以后 发现这个品牌 确实需要从一个点 作为突破口 来做无限扩展 打开林彦的第二套方案 贺莲娜如同被醍醐灌顶 一下有了方向 她把思路弄清晰后 开始疯狂敲打键盘 加入自己所了解的美容理念 以及将林彦提出的这种概念 贯穿整个的创意 当敲下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 自信重新回到了贺莲娜的身上 绽放出一种成熟的魅力 康剑打了个哈欠说 唉 别跟我说 你已经写完了 这太夸张了 才两个小时 贺莲娜点头 立即保存文件打印出来 不忘给自己的邮箱粘贴一份 你以为你创意大师啊 我还在想要不要去买个床垫来陪你呢 康剑兴奋起来一扫颓废的样子 静小丝的也完成了 他同样的自信满满 虽然自己的美容知识没有贺莲娜那么丰富 但是自己是时尚人士 对美容化妆可不陌生 而且 在写自然堂品牌提案的时候 自己是准备了备案的 把那个备案重新包装 结合这个品牌来写 且通过昨天自己摸索着写了那个提案 自己有了心得 只是没有想到 那个胖妞也能写得这么快 海地走了过来 你们都已经写出来了 竟然能这么快完成 不错 有潜力 立即到会议室吧 贺莲娜和康健先去了会议室 莫言和静小丝也走了进来 琳达走进来的时候 还不忘点醒贺莲娜 你们不是商量着写的吧 我可不想再看到同样的提案 贺莲娜脸红了 看着真正的剽窃者 正露出妩媚的笑容呢 凭什么是自己心虚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